餐廳違建 沒有 那個一定會弄到合法的嘛 那沒有問題 因為東區所有的店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放心 一定會弄到合法 那沒有問題 那也沒有違建 那其實在東區被這樣檢舉 是不是你會覺得有點不可能 台北會冷漠就來自於這裡 哪有叫老百姓去當秘密警察呢 對不對 會檢舉你的一定是你鄰居嘛 難道三重去告爐洲的啊 會覺得有點難過 在這裡生意已經不好就一立一休 我們那個大安店收掉我心裡痛得要死 那Sandy接受到這訊息是有難過的嗎 不會不會 他就處理 然後密期改善 把它做到合法 做到合法 應該是合規定啦 那天我有紅線停車 我們在那裡被檢舉了多少次 那裡全部的車 因為東區沒有一部車是合法停車的嘛 我就在那邊 警察就來了 我就在門口看 然後他一直跟我比 他跟我比說 要開單 要開單 然後我跟他講 OK 然後他的眼無奈 他就開開開開 出來 憲哥是你的車子 要開單喔 我說不 我要走 我說 你這為什麼不停好 我說 沒有辦法 我要在這裡就吃這個麵 那我如果要停到那邊 再走過來吃這個麵 那就不要吃了 然後東區 那裡是住宅區 你是去小的喔 東區叫做住宅區 法令就跟不上來啊 你有什麼辦法呢 因為我們都能去改啊 對不對 那裡真的 現在就是商業區了 然後 我們就會被拿來開刀 速度太慢 因為大家忙著什麼 忙著選舉嘛 那有什麼好忙的 對不對 他老百姓要的都不做 然後就是每天 這個出來 那個要出來 出來 選中A是你們在A 我們又沒得A 是不是這樣 所以喔 女人何苦 為難女人 是不是這樣 人家開一個咖啡館 哇又檢舉 這個檢舉那個 沒有這樣啦 良心拿出來嘛 對不對 人家還是繳稅的 很清楚是檢舉的是頂居 然後又是女的 對啊 不不不知道 這只是一個形容 這是一個 就是商人 何必為難商人嘛 大家都做生意的嘛